歡迎繼續收看上次關心電影的南島新聞 自電心態很豐富的第三修林國修 為了大家做出在松南看齊的舒適環境 在管府的協助之下 成功建立共突戰 以後好為在松南環境當中 來跟社區做出兵的方向 來賠名做愛月森林 希望帶動電影的外套風氣 讓小孩可以進充活實就完成了 小朋友來向阿公阿嬤 改遷到柴本的內容到庭來看齊 而且環境比起早 都習慣是變得緊跟美麗又舒適 而且用到椅子和柴頭 來搭造在松南看齊的感覺 也是第三修林國修 新設在社區共突戰 學校的位置也是位在森林中 也希望跟社區做一個很好的鄰居 說我們就全部有愛月森林 那共突戰的啟用 一方面可以提供學生未來 不管是在學校煮樂團 或煮排裡的練習 我們前面學生在做樂團練習 完全都不會受感染 二方面我們學校學生在這裡面 以後他們做任何活動 學習上也都會很快樂 就像我們今天學生愛月公讀 這樣的發表一樣 學生可以自由自在的上面 做相關的活動 不管是舞蹈或者是一些 桌遊的活動 學生都可以玩得很快樂 主任心態 我們已經跟會修林國修 第一關會學做一刻 共突戰用到在松南 看出的感覺來加上枯燥 觸邊的方向來給明月 愛月森林 希望大棟內心的外套風氣 雖然在我們偏鄉來講 不管是不是在讀書這一塊 或是在藝文這一塊 我們學校受到教育部的邀請 成為教育扎根的亮點學校 請進到北部去展演 那這個愛月森林 主要意思就是 能夠小朋友能夠愛讀書 然後愛護我們的社區 愛護我們的圖書館 跟社區的民眾 有一個很好的互動 他們每一個孩子都非常的陽光 而且呢笑容滿面 很有自信 我想這是教育學習的目的 就是在這邊 為在平衡的修林國修 雖然是修學校 不過學校用到在地的地 所打造的地下團 是最大的有名氣 大家需要請和各地來表演 也希望照到這次共突戰的心理 可以提供平衡的年齡 進到台灣的恰視環境 感應算差不多